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和傅陈渊会结婚,是个意外。 我爸破产了,欠了傅家一屁股债。 我爸又惜命,不敢跳楼。 他不知从哪里得知傅家为了傅陈渊这个禁欲冷情佛子的婚事发愁。 就把我打包送到了傅家。 临走前还对傅家人说,我女儿是个草包花瓶,除了美貌外,又蠢又笨,从小到大都是班里最后一名。 不用担心他算计你们家的财产。 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以前算命地说,他很能生,最少能生八个。 父母看我的眼神,一下子就亮了。 老副总则有些担心,他的智商太低,会不会影响后代。 父母抽了抽嘴角,你想得倒是挺美啊。 儿子愿不愿意结婚,都是个问题。 你连后代都想好了。 不会段子绝孙你,都要烧高香了。 老副总和父母齐刷刷看着我。 十分严肃地交代我,你要是能让我儿子娶你,你爸的三个亿欠款,就当彩礼了。 要是你办不到,你爸可救,我当即失去地点头,明白。 我办不到,我办不到,只能让我爸嫁过来,对吧? 两人一个亮枪,看我的眼神变得很复杂。 他们带着我来到一处清静的禅院。 指着紧闭的大门,对我语重心长,去吧,孩子。 能不能成,就看你够不够傻了。 毕竟,他从小就容易对傻子心软。 我总觉得他们的话,哪里不对劲。 可为了守护我爸和我妈的婚姻,不让他被傅家抢取豪躲。 我依然抬脚走进去,在我开门的那一刻,我还听到老副总和父母担心的对话。 我以为苏恒之前说他女儿的话,是在谦虚,现在看,真的一点水分都没有啊。 你说,苏月的智商,真的不会影响后代吗? 我一打开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八块腹肌和修长笔直的腿。 我连忙摸了摸鼻子,很好,没丢脸。 可能我吸口水的声音太大。 一手拿着佛珠,一手系衬衫,扣子的傅尘渊,缓缓抬头。 看到他长相的那刻,我觉得老副总和父母的担心, 太有道理了。 眼前的傅尘渊实在太近欲迷人了。 他鼻梁高挺,皮肤白皙细腻,嘴唇凉薄漂亮。 整个人被门口洒落进来的淡淡金光笼罩, 像极了刚刚落入凡尘的神之。 尤其是他那双深邃迷人的双眼。 和他对视时,我的灵魂仿佛被他如星辰般清冷的眸子吸了进去。 这一刻,我连我们生的八个孩子叫什么都想好了。 不过,傅尘渊看着我,淡漠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 只是弯长浓密的睫毛抖动了一下。 而后,温柔地对我徐徐吐出三个字,滚出去, 就连他的声音都冷冽雌性,透着浓浓的禁欲感。 我蹲在台阶上,老副总和父母对我哀声叹气。 他真的让你滚。 完了,你长得跟瓷娃娃一样,漂亮无脑,他都看不上。 他难道真的想出家? 我也很伤心。 这是我第三百八十九次对一个人一见钟情, 可他却连腹肌都不让我摸。 我又一次推开门, 却只看到傅尘渊坐在蒲团上好看的笔直背影。 我走到他面前,他没有动静,只是闭着眼,撵动佛珠。 我蹲在他面前,惊奇地发现, 他的睫毛真的好长好弯好好看。 不过,我没有当个时间,开始解他的衬衣扣子。 可我才还没解开,手就被他有力地修长大手握住。 傅尘渊疏地睁开摄人的冷沉毛子。 你在做什么? 他微微促起清俊的眉头。 我真诚地开口,你的腹肌好像有点瑕疵, 我再凑近点帮你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我看错了。 我觉得我的理由很完美,傅尘渊的脸却比锅底更黑。 你到底是谁?想做什么? 我老实回答,我可能是你的老婆,也可能成为你的女儿。 这得取决于你是想娶我,还是想娶我吧。 傅尘渊坐不住了。 他猛地起身,没有理会我,就走出门, 看向了台阶下的老傅总和父母。 他是怎么回事? 傅家的客厅里,老傅总和父母偷偷对我竖起大拇指。 孩子,你果然够傻,才能把我儿子心软拐回家。 傅尘渊撵动着佛珠,目光悠悠地看了我一眼。 对他爸妈开口,所以,你们想要我和他结婚? 老傅总和父母眼睛一亮,赶忙点头。 儿子啊,你都不知道,现在整个京圈的人都在打赌,你会挑哪个好日子出嫁? 我们家就你一个独苗苗,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啊。 是啊,他们传得太难听了,说我们傅家肯定是造了孽,赚太多黑心钱。 你才整天念佛赎罪? 还说我们傅家注定要绝后? 傅尘渊的眸子冷沉沉的。 他突然看向我,然后把我单独叫到了房间。 傅尘渊非常郑重地问我,你真的愿意和我结婚? 即使结婚后,除了每个月一百万的生活费,我这辈子不会碰你一下。 我整个人都惊了。 还有这等好事? 一个月一百万啊? 那是几个零来着? 我觉得我两只手都数不过来,眼睛亮得像灯泡一样看着傅尘渊。 此时,他在我眼里是无数个一百万,更迷人了。 我忙不迭地点头。 愿意愿意,你放心,只要有钱,我可以不贪图你的身体。 傅尘渊好像脸有点黑。 我和傅尘渊第二天一早就去领证了。 因为父母说,今天刚好是农历十五,是个好日子。 傅尘渊却不这么认为。 眼看马上太阳就要下山。 他难掩担忧时不时看一眼天上。 等太阳彻底落下,他梳地起身。 爸妈,今天不适合留下,我先回山上了。 可父母说什么都不愿意。 今天是你和苏月领证的日子,你抛下他一个人,他会怎么想? 傅尘渊看向正吃着薯片雪糕,不亦乐乎的我。 可是,父母打断他。 没什么可是,你那病不是一年都没发作了吗? 不会有事的。 大不了,今天先分房睡。 傅尘渊还是留了下来。 但睡觉前,他提醒我一定要锁好门,不管听到什么都不要出来。 我心里很忐忑,难不成他家还闹鬼。 我赶紧拉住他的衣袖。 可怜兮兮地问他,我晚上不能和你一起睡吗? 傅尘渊的瞳孔皱缩,呼吸不知为何变得有些急促。 他目光幽深地看着我。 骨节分明的手,抬起来,慢慢抹扎着我的眼尾。 就在我疑惑想开口时,他突然像是回神。 惊得连忙缩回手,正脱开后,背影有些狼狈地回了自己房间。 我更紧张了,真有鬼呀。 我把门反锁完,还推了桌子抵着门,抱着睡枕不敢关灯。 迷迷糊糊中,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 在梦里,我感觉有一块巨石压得我喘不过起来。 我迷糊地睁开眼,才意识到有谁压在我身上。 我吓得就要惊恐大叫,却瞬间被压在我身上的傅尘渊捂住嘴。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那双深邃冷眸里,似乎有什么情绪在剧烈翻滚。 我十分害怕,猛地用力将它掀翻在旁边。 而后手脚并用,用被子把它紧紧缠住,反压在了身下。 傅尘渊错愕地看着我,我轻松地拨开了它捂住我嘴的手。 凑近它的耳朵,小声问它,你房间是不是闹鬼了,所以来和我睡。 傅尘渊呼吸猛地一众,我意识到自己果然猜对了。 于是猛地掀开被子,而后像个八爪鱼一样,手脚并用,牢牢将它缠住。 又用被子把我们的头一起盖好。 我的头埋进了他的怀中,声音有些颤抖地和他说,就,就这样睡。 别怕,阴间有规矩,被子是结界,鬼不能掀开。 傅尘渊似乎不相信我,呼吸很急促,暗雅磁性的声音响起,放开。 他也开始挣扎,他的力气好大,眼看就要被他挣脱开。 我忙用手轻轻拍他的后背,别怕,没事的,相信我,不会有事的。 傅尘渊好像信了我的话,呼吸依旧十分粗重,却没再挣扎。 只是用越发阴雅的声音道,你自找的。 而后他低头,对着我的肩膀狠狠咬了一口。 我痛得撕了一声,可也没放开他,只是心里默默想着,傅尘渊怎么还跟狗一样,睡觉喜欢咬着东西啊。 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不好了,沉渊不见了,快找,尤其是喷泉,河里之类的地方。 外面传来父母担忧的大叫声,我迷迷糊糊醒来,还没来得及反应,耳边传来沙哑低沉的声音。 可以放开了吗? 我惊得抬头,看到的是优美性感的下河线。 而后对上一双泛着红血丝的深邃双眸。 我惊讶地看着他,他的脸色好苍白,好像病了一场一样。 我抬起手去碰他的额头,不烫。 我松了口气,原来你那么怕鬼,脸都下白了。 别怕,鬼白天不出来的。 傅沉渊的眸子里藏着各种情绪,五味杂沉地看着我。 他突然看到我肩膀的牙印,眸色一沉。 手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肩膀,开口问我,疼吗? 我摇头,我从小就疲势,有一次摔骨折了,都没感觉多疼。 还是爸妈觉得不妥,带我去医院,才发现手都骨折了。 傅沉渊还是一直盯着我肩膀的牙印,眼里有着愧疚。 出血了,还没说完。 我的房间门被猛地打开,父母的声音随之传来,而媳妇不好了,沉渊他呀。 你,你们,父母震惊地地看着我们。 随即难掩激动,连忙笑着关门。 你,你们继续,继续,当我不存在。 我看着被瞬间关上的门,下意识起身,疑惑地看着还躺着不动的傅沉渊。 你还要赖床吗? 傅沉渊叹口气,你抱了一晚上,身体麻的。 我很尴尬,赶紧给他捏捏。 傅沉渊却倒吸一口凉气,声音又变哑了。 别捏了,我马上起来。 客厅里,傅沉渊用棉签小心地给我肩膀上的伤口擦药。 老傅总和父母特别欣慰地看着我们。 老傅总还是有些不敢置信。 除了被咬一口,真的没其他事。 父母也十分感动。 苏月这孩子竟能安抚住发狂的沉渊,真好啊。 我要赶紧联系姐妹们,给她们办个盛大的婚礼,让全京圈的人都知道,我们儿子要结婚了。 父母说着,问我, 月月,你什么时候有空,妈带你去挑婚纱? 不对,让陈渊带你去挑婚纱。 我正要回答都可以。 电话却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一个娇柔女生的声音传来,苏月,周六我们有个聚会,很多老同学都会来,你当初最喜欢的班长也在哦,来不来。 我这才认出,说话的人,是老师和我作对的黎婉婉。 我和她不仅是高中同学,以前她爸更是我爸的员工。 我本来不想去的,毕竟从小到大我看上的人太多,班长是哪个我早不记得了。 可附沉渊突然握住我的手,薄纯清奇,最喜欢的班长。 黎婉婉似乎听到一点附沉渊的声音。 她声音瞬间激动了,苏月,说话的是你男朋友吗? 让她一起来啊,大家都带着家属呢。 一定要来哟,地址发你手机上。 没等我拒绝,黎婉婉就挂掉了电话。 老副总和父母发现气氛不对劲,忙问我,月月,谁的电话。 是你爸妈的吗? 我摇头,同学,说有同学会。 父母眼睛一亮,对傅沉渊道,沉渊,到时候你再月月去。 我也期待地看着傅沉渊,有他在我,我就不用担心打不到车了。 可傅沉渊眸自沉沉地看着我,淡淡说了两个字,没空。 我有些遗憾,不过到时候自己打车应该也不难。 只是,又到晚上了,我看到傅沉渊往自己房间走去,赶紧上前问他,你今晚不和我一起睡吗? 明亮的灯光下,傅沉渊清冷金贵,冷傲挺拔。 他淡淡地垂下眸子看着我,好半晌才问我,想和我一起睡? 我毫不犹豫摇头,你睡觉不老实,爱乱动,我昨晚费好大力,才让你老实睡着。 但是,你怕鬼,我怕你半夜又偷跑过来找我睡,还吵醒我,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傅沉渊周身的温度骤降,我搓了搓手臂,抬头再次看他,就听到他漠然的声音传来,你力气大,自己睡。 一觉睡到天亮,傅沉渊果然没半夜偷跑过来。 不过,吃早餐的时候,父母和我说,傅沉渊已经回山上了。 周六这天,我收拾好,就打算出门。 路过客厅时,突然传来一声干渴。 我下意识看过去,发现傅沉渊。 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佛珠。 我疑惑了一下他,怎么回来了。 不过,眼看时间来不及,我正往外走。 身后就传来雌性淡漠的声音。 去哪儿? 我只好停下脚步回他。 今天周六,要参加同学会。 我先走了。 我正要继续往外走。 傅沉渊的声音又传来。 我送你,刚好要送个东西给朋友。 顺带在你。 我很开心,不用打车了。 我在门口等车时,父母不知去哪儿,手里拿着东西笑呵呵地回来。 一看到我,就想起来我要去同学会。 顺手给我一个包。 月月,你是要去同学会。 你手里的包看着旧了,换这个吧。 我老朋友送的,不过我觉得适合年轻人。 我没时间拒绝,因为傅沉渊的车已经开过来了。 父母看到后,眼睛更亮了,何不拢嘴地把我送上车。 傅沉渊问我地址,渊行大酒店。 我说完,傅沉渊意外地挑了挑眉,却没说话。 一个小时后,终于到酒店门口了。 我急匆匆地拿着换好的包包下车,马上就到七点了。 等我好不容易找到大包厢,里面已经很多人了。 我一眼就看到李婉婉被好几个人围着。 他们看着李婉婉的包,满脸惊叹。 这个包好好看啊,设计感好好,应该很贵吧。 那肯定啊,我们班长李长红如今可是富士集团的大经理, 年薪两百万,怎么可能亏待我们婉婉。 李婉婉十分享受别人的吹捧。 他优越感十足地拿着包说, 这是长红出差时用关系帮我买的。 是香奈儿还没上市的限量款,一个包就要百万, 而且没点人脉,根本抢不到。 一个包一百万? 好多人越发羡慕地看着他。 这时,有个美女看到我,突然指着我惊讶说道, 那是苏月吧? 她手上的包,怎么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手中的包。 我也没想到我手里的包和李婉婉的一样。 我倒是没啥感觉, 只是李婉婉的脸一下子就黑如锅底了。 众人的表情好像也挺尴尬的。 不过,我发现也有不少男的, 眼神发亮地看着我。 一个戴着无矿眼镜, 看着有些斯文的男人夸我。 苏月,八年不见,你变得越来越好看了。 不愧是我们学校的笑话。 你还记得我不? 高三我坐你前面。 我努力回响,眼睛一亮。 我记得你,你是班长李长红, 你当时很爱放屁。 当初她长得丝丝纹纹, 我一眼就觉得好看。 可她好爱放屁,我就一点不喜欢她了。 李长红的脸也立刻黑了。 不知谁扑吃一声笑了。 其他人也憋着笑。 李长红身边坐着的秃头男, 赶紧打圆场。 哈哈哈哈, 苏月还是和以前一样, 爱开玩笑。 我这时刚坐下, 想回答我没开玩笑。 李丸丸已经迫不及待地问我, 苏月, 听我爸说, 你家破产了, 还欠人好几个亿呢? 该不会是因为还不上钱, 就用以前的人脉开始卖假包了吧? 在场的人, 似乎都了然地看了一眼 我正要放好的包。 还有人看我的眼神, 一下就变得鄙视起来。 还有人故作惊讶。 啊, 苏月你家欠别人几个亿, 那你身上穿的怎么还是大牌子的? 我看一件都要好几十万呢。 果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嘖嘖嘖, 都卖假包了, 买一货衣服不也正常。 我低头看了一眼, 想解释这裙子是父母准备的。 李婉婉完全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她装作好奇问我, 苏月, 之前给你打电话时, 好像听到了男人的声音, 是你男朋友吧? 怎么没把她带来? 我心里疑惑, 为什么还不上菜? 嘴上却回答说, 不是男朋友, 是老公。 他没空, 要去送东西。 大家惊讶地看着我, 老公, 你结婚了? 都没听说过呀。 结婚怎么不请我们呢? 你老公做什么的呀? 送东西, 难不成, 是送外卖。 啊, 送外卖呀, 苏月, 你当年好歹是笑话, 还是千金小姐, 就嫁给一个送外卖的。 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男生则全都一副无语的表情。 我很不解。 送外卖的怎么了吗? 能靠自己赚钱, 就很厉害呀。 不过, 他不是送外卖的。 我没见他工作过, 众人全都无语地看着我。 啊, 你老公是无业游民啊? 靠你养着? 我摇摇头, 想说什么。 有个五官挺端正的男生说道, 好了, 都不饿吗? 让服务员上菜吧。 李长宏文言, 露出笑容道, 对了, 我刚从国外带回来一瓶十来万的酒。 大家好好品品, 看值不值这个价, 大家立刻对李长宏各种夸赞。 还是我们班长牛啊? 一瓶十来万的酒, 说拿就拿。 李长宏, 哈哈, 毕竟是老同学, 这算得了什么, 要是好喝, 下次我再拿一瓶来。 女的也都羡慕极度地看向李婉婉。 婉婉, 我真的好羡慕你啊, 能嫁给班长这么好的男人。 李婉婉, 李婉婉难掩得意, 却还谦虚说, 主要还是长红重视大家, 才舍得把好酒拿出来。 刚说完, 服务员推了六七瓶红酒进来。 这是苏月小姐的老公请大家喝的酒, 一瓶价值六十六万。 说是为了表达她没法陪苏月小姐来参加聚会的赔罪, 让大家尽情喝。 话音才落下, 整个包厢鸦雀无声, 众人震惊地盯着服务员拿进来的酒。 有些结巴地询问, 你, 你刚才说, 这一瓶多, 多少钱? 服务员微笑得体地回答, 六十六万一瓶, 这种酒一般不对外供应。 整场聚会下来, 李长红和李婉婉的脸色尤其难看, 可其他人却十分开心地品尝着 傅臣冤让服务员送来的酒。 意犹未尽地感慨着, 不愧是六十六万的红酒, 果真不一般, 入口太丝滑醇香了, 喝下口依旧口齿流香。 苏月, 你也太谦虚了, 六十六万的酒, 随手就能拿出六七瓶, 还说自己老公是无业游民。 我边吃边回想, 傅臣冤是没工作呀, 每次看到他, 都是在拨弄佛珠。 这时, 离婉婉阴阳怪气地开口, 我尝着这酒也一般呢, 真是六十六万的。 对了苏月, 我记得你家哪个亲戚 以前在这上班, 可不能随便拿假酒糊弄人啊。 大家脸色微变, 有人刚喝了一口, 吐也不是, 吞也不是。 李长宏也抿了一口, 这口感, 和超市百来快的, 怎么感觉差不多? 大家的脸色更难看了, 有些愤怒地看向我。 苏月, 你可别打肿脸充胖子, 我喝假酒会过敏。 就是啊, 超市那种劣质红酒, 白送我都不要。 我真的很烦。 来聚会吃个饭, 他们一直叽叽哇哇个不停。 我叔弟站起来, 正要说话, 门口, 一道低沉的冰冷淡漠的声音传来。 不想喝, 就别喝。 众人书弟看向门口, 身体挺拔修长, 浑身散发着冷气的傅尘渊, 正冷漠地扫了一圈众人。 他身边站着酒店经理, 傅尘渊此时看向我。 苏月, 要不酒都收了, 给他们喝, 我觉得浪费。 我也立刻点头。 我也觉得, 经理文言, 手脚利落的收酒, 包括他们杯子里的。 黎婉婉这是上下打量傅尘渊。 你谁啊? 你就是苏月的老公? 没钱充什么大款? 李长红看着傅尘渊, 看着看着, 脸色一僵。 您, 您是不是傅尘渊小副总? 傅尘渊却没理会他们, 对我招招手。 老婆, 我来接你回家了。 老婆, 我对上傅尘渊那双如浩瀚星辰一样漂亮的身谋。 不知为何, 我的心突然砰砰砰, 跳个不停, 好像要生病一样。 我呆呆地上前, 他牵起我的手, 带我下楼。 我都不记得自己怎么上的车。 我一直看着傅尘渊那完美无瑕的俊美侧脸。 他的眸子在一明一暗的黄色路灯映照下, 好像更漂亮了。 我正看得出神。 傅尘渊冷淡的声音传来, 这样的聚会, 为什么来参加? 就为了看一眼你最喜欢的班长。 我猛地回神, 嫌弃地反驳, 他才不是我最喜欢的人。 他爱放屁, 我不喜欢他。 而且, 我不想去, 可离婉婉没给我拒绝的机会。 傅尘渊脸色微缓, 而后想到什么, 又问我, 那你最喜欢谁? 我看着他, 不知道, 应该是你。 你很好看, 我还没说完, 车突然猛拐了个, 我吓了一跳。 傅尘渊没看我, 只是淡淡说, 刚才有猫。 哦, 傅尘渊好像胆子变大了, 这些天, 再也没半夜溜进我房间。 不过, 他好像也没有再回山上, 每天都能看到他, 我觉得挺开心的。 比如一早起来, 下楼就看到傅尘渊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外面的景色, 他不知道, 他沐浴在阳光下时, 浑身都像背光笼罩, 眨眼时, 弯长的睫毛抖动, 特别特别帅, 我都看呆了, 直到父母伸出手, 在我面前晃动, 月月, 陈渊是不是很帅? 我回神后, 脸红了红, 然后老实回答, 是, 父母笑得和狐狸一样, 诱惑我, 那你想不想生几个和陈渊一样好看的孩子? 我点点头, 想, 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负一, 负二到负八, 好不好听? 父母又开心又纠结, 这时, 傅尘渊干咳声传来, 妈, 该用早餐了? 我坐在傅尘渊对面, 有些疑惑, 她一直俊美白皙的脸, 今天脸颊却泛着薄红, 虽然也很帅, 可我担心她生病了, 我妈以前告诉我, 说我会变成这样, 都怪她和爸爸, 当初眼里只有钱和工作, 没注意到我夜里发烧四十多度, 差一点我就没了, 虽然就回来了, 可脑袋变得不太灵光, 所以我爸妈从此一直很怕我发烧, 在这一方面格外注意, 我倒是觉得我挺聪明的, 从小到大, 没有人能骗到我, 也没有人能欺负我, 都会被我用拳头打回去, 我还是担心傅沉渊发烧, 起身隔着桌子, 探身过去, 伸出头去摸她的额头, 凉凉的, 不热, 我松口气, 正要缩回手, 被傅沉渊有力的大手抓住, 她抬眼, 眸色深深地看着我, 怎么了, 你的脸有点红, 我怕你发烧, 傅沉渊眸子闪了闪,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放开手后, 声音淡淡地说, 我没发烧, 可我总觉得, 她的脸又红了一点, 老傅总和父母看到这, 开心不已, 赶紧对傅沉渊开口, 儿子啊, 妈给你和月月约了明天下午看婚纱, 还有你们的婚礼, 为了足够隆重, 日期就定在下个月的十九号, 那天是个大好日子, 傅沉渊文言, 淡淡地点点头, 老傅总和父母对视一眼, 都欣慰地对着我笑, 第二天, 才吃完早饭, 父母就给了我一张黑卡, 婚纱我约的是下午三点, 上午你和陈渊去世贸百货逛逛, 有什么想买的尽管买, 父母推着我和傅沉渊往外走, 傅沉渊脸上没什么表情, 却也没拒绝, 等我做好, 他还问我, 有想去的地方吗? 我摇头, 没有, 平时都是我陪我妈妈去买东西, 我自己很少有想要的东西, 傅沉渊文言, 却突然凑近我, 呼吸都喷在我脸上了, 此时, 傅沉渊的毛子也定定地看着我, 好像还在审视我的脸, 我呼吸一致, 他的脸离我特别近, 脸上都看不到什么毛孔, 看着就想亲, 于是就在傅沉渊说话的一瞬间, 你别多想, 我只是要给你记安全, 还没说完, 我已经嘟起嘴, 就往他脸上巴唧气了一口, 车里的气氛好像一时间彻底凝制了, 傅沉渊维持着伸手去拉安全带的姿势, 瞳孔皱皱缩地看着我, 他放开安全带, 骨节分明地修长手指, 抹扎着我因为害羞, 跟着泛红的眼尾, 傅沉渊目光侵略性十足地牢牢盯着我, 就像盯着蓄谋已久的猎物, 他声音音哑雅雌性, 苏月,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的心砰砰砰直跳, 连连点头, 亲你, 我没忍住, 又猛地亲上他的嘴, 一咬, 果然和想象中一样又香又Q弹, 嘶, 傅沉渊却痛嘶一声, 淡淡地血腥味传来, 我吓了一跳, 赶紧放开, 可下一秒, 我的后脑勺就被大手包住, 而后唇被狠狠堵住, 车在路上缓行, 傅沉渊一手抓着方向盘, 一手搭在旁边的车窗旁, 那几根好看的手指, 时不时动一下他有些肿的嘴唇, 我也下意识碰了下嘴, 好像也肿了, 可我才碰了一下, 傅沉渊就看过来, 苏月, 我在开车, 不要再诱惑我, 好不容易到了商城, 不知是不是周末的原因, 没位置停车了, 傅沉渊只好先把我送到门口, 外面热, 你先去逛, 我停好车来找你, 我点点头, 先走进去, 我不知道逛哪里, 只能往以前我妈带我去的店走去, 很多衣服挺好看的, 不过想到我房间的衣柜里, 已经被父母塞满了各种新款, 就没有买, 走到旁边的鞋店, 一下就看到一双挺好看的鞋, 我上前刚拿起来, 突然, 旁边传来一声不大不小的嘲讽声, 苏月, 这鞋你买得起吗? 赶去碰, 我一转头, 是黎婉婉, 黎婉婉被一个面容明艳的长卷发美女挽着, 好巧不巧, 竟然是王明珠, 就是她爸故意给我爸挖坑, 趁机把我爸公司搞破产的, 我很生气, 买不买得起, 关你屁事, 我放下鞋就想走, 王明珠把我拦下, 苏月, 看你口气, 似乎买得起啊, 既然买得起, 就买下来啊, 一双才三十五万, 听说你自称 京圈赫赫有名的傅臣渊, 是你老公, 以傅家的财力来说, 他们手指头随便漏掉的一点, 都够你买十双百双了吧, 李婉婉文言, 故意吃笑出生, 什么老公, 不过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小三, 苏月, 上次差点被你们唬住了, 长红可说了, 董事长夫人在准备赴臣渊的婚礼, 说明对方根本还没结婚, 你却说你已经结婚了, 要不要脸, 我不想理他们, 转头就要走, 王明珠却突然把鞋扔我脚下, 苏月, 想走可以, 我这间店的鞋被你弄脏了, 你必须买走, 否则, 别想踏出门一步, 米白色的细跟鞋上面, 有个清晰的黑痕, 但, 这根本不是我弄脏的, 此时门口不少人看热闹, 对我指着点点, 三十万一双的鞋, 故意弄脏, 这女的看着漂亮, 心肝真黑, 就是啊, 不想买就不要手剑, 去碰鞋, 弄脏了还不买, 真无语, 我对王明珠说, 我没弄脏鞋, 不信就掉监控, 可王明珠却道, 我和婉婉亲眼看到的事, 还需要掉监控, 苏月, 你该不会穷得连三十五万, 都拿不出来了吧, 没有钱, 你来逛什么奢侈品店, 我并不受激将, 只是平静地说, 我不管你们看没看到, 反正我没弄脏鞋, 要是你非要我赔, 就报警, 爸妈早说过, 遇到任何解决不了的事, 报警处理, 黎婉婉婉和王明珠没想到我游言不尽, 刚要说什么, 一声冷力的声音传来, 报警就不用了, 王明珠, 你们开的店, 在我商场里, 明目张胆讹人, 违反了当初租店协议, 今天之内, 搬走, 并赔付违约金, 我转头, 就看到傅臣渊, 赫丽鸡群的站在门口, 王明珠和李婉婉, 看到傅臣渊, 脸一下子全白了, 小副总, 我, 傅臣渊根本没理会他们, 走到我面前来, 伸手让我挽, 走吧, 这么低劣的鞋, 你碰一下, 都是他们沾光, 根本不配穿在你的脚上, 我觉得, 此时的傅臣渊, 全身上下都散发着迷人的光, 我挽上他的手, 任由他带着我去对面的店里, 李婉婉在后面大声骂我, 苏月, 等小副总结婚, 你这个见不得光的小三, 就会像下水道的老鼠一样, 人人喊打, 我还没说话, 傅臣渊却回头, 眼神冰冷地设向他, 李长红的女朋友, 李长红连未来总裁夫人 是苏月都不知道, 他这个经理该到头了, 李婉婉的脸立刻变得灰败, 不是的, 我不是, 他惊恐万分, 可傅臣渊懒得理他, 只问我, 妈给你的黑卡在哪, 我从包里拿出来, 你要用吗? 王明珠和李婉婉看到黑卡, 脸色变得尤其难看, 傅臣渊摇头, 这卡不限额, 你要买什么尽量买, 别低于一百万, 配不上你, 我还是什么都没买, 傅臣渊见词, 掏出一张卡给我, 我的工资卡价分红, 每个月大概能有个千万, 以后, 你看上什么, 随便买, 我忙摇头想拒绝, 不是说, 一个月一百万生活费吗? 傅臣渊脸微微一变, 咳了一声, 最近赚得多, 给你提升活费了, 我双眼放光, 连连点头收下, 是婚纱的时候, 傅臣渊有点坏, 把我压在十一间里, 又把我的嘴啃肿了, 不过我挺开心的, 我问他, 多亲亲的话, 是不是很快就能生下和你一样帅的孩子了? 傅臣渊呼吸一重, 手抹扎着我的耳尖, 眼中透着危险, 紧紧盯着我, 好伴赏, 他才叹口气, 苏月, 别引诱我, 会受伤, 一路上, 我在想, 我什么时候引诱傅臣渊了? 想了一路, 都没想通, 马上到家门口时, 我看到有两个熟悉的人影, 正狗狗碎碎地朝别墅里看, 我看着很像我爸妈, 傅臣渊的车, 悄无声息地靠近, 就听我妈含着泪打我爸肩膀, 怎么还没看到乖宝, 我们乖宝要是过得不好,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我爸求饶, 老婆, 我这不也是不想乖宝受苦吗? 我们现在颠沛流离, 还被催债, 要是把乖宝留下, 说不定更惨, 我爸说着, 又点起脚往里看, 怎么回事, 不是说傅家少爷要结婚了, 该不会是和其他女人结婚吧? 我妈也脸色一白, 傅家该不会嫌弃乖宝, 把她赶走了吧? 不行, 我们要赶紧进去问清楚, 我爸妈刚站直, 我大声咳了一声, 爸妈, 你们在干嘛? 客厅里, 我妈被父母亲热地拉着手, 真的谢谢你生出月月 这么可爱乖巧的孩子, 和我们沉渊是绝配, 我爸妈脸上都是震惊, 我爸甚至有些不敢置信地 打量傅沉渊, 嘀咕道, 看着英俊潇洒, 才貌双全, 难道也和乖宝一样, 还没嘀咕完, 就被我妈用力拍了一下, 说什么傻话呢? 你忘记沉渊这孩子才高中, 就搞了个小程序, 赚了上亿, 大学没毕业, 就已经有自己的公司, 还进了世界五百强, 我爸连连点头, 对对对, 只是沉渊这几年太低调, 我都差点忘了这事了, 父母见词, 感慨说, 亲家公亲家母, 我也不想瞒你们, 其实沉渊前几年得了怪病, 一到月圆之夜, 就会变得暴躁不安, 容易伤人, 我们找了很多名医, 得出的结论, 是什么类反族现象, 不危害健康, 但也无从治疗起, 所以沉渊只能一直修身养性, 可没太大用处, 每个月十五号, 只能把自己关在房间, 免得跑出去伤人, 不过, 我没想到, 上个月沉渊在十五号闯进月月房间, 竟然几乎没伤她, 只是月月肩膀, 被沉渊咬了一下, 若是你们实在担心的话, 我也不能强人所难, 我爸妈闻言, 赶紧问我那伤痛不痛, 我摇头, 我爸妈有些犹豫, 可还是问我, 乖宝, 你怕不怕, 我才知道, 原来那晚傅沉渊不是怕鬼, 想到他当时那么难受, 我不但不怕, 还有些心疼, 我正要回答, 就感觉自己的手被慢慢放开, 我转头, 傅沉渊也看着我, 我感觉他的眼里, 有什么让我看着难受的情绪, 我摇头, 抱住了傅沉渊, 不怕, 他生病的时候, 我会抱着他, 让他不要那么难受, 老傅总和父母, 以及我爸妈都很惊讶, 最后却都欣慰不已, 我感受到傅沉渊的身子猛地一僵, 而后慢慢放松, 等我放开他, 他偷偷地坚定, 又轻柔地握住我的手, 又是十五号, 傅沉渊要把自己锁起来, 我不让他锁, 还抱着他, 可夜里, 我突然呼吸不畅, 醒来, 看到的是傅沉渊赤红着眼看着我, 他的声音很沙哑, 透着诱惑问我, 苏月, 你想要孩子吗? 我点头, 他眼睛更红了, 那你别怕, 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被他堵住唇, 第二天, 我动一下都难, 傅沉渊坐在床边, 有些愧疚, 小心翼翼地帮我擦身体, 难不难受, 我感受了一下, 全身酸, 傅沉渊揉了揉我的头, 又问我, 怕我吗? 我摇头, 有些开心, 我是不是要生小宝宝了? 傅沉渊呼吸都顿了顿, 他眸色变身, 慢慢靠近我, 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可还是点点头, 那你以后, 要轻点, 傅沉渊呼吸一重, 宠溺又无奈地看着我, 你迟早会要了我的命, 很快就到了19号, 我和傅沉渊的婚礼很热闹, 我看到了好多以前不太搭理 我爸的那些人, 来找我爸敬酒恭喜, 当然, 更多人来找傅沉渊和我敬酒, 傅沉渊都面无表情地挡掉了, 还一直问我累不累, 他带我先去休息, 我刚要点头, 突然一个有些疯癫的女人冲进来, 苏沉渊,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和傅沉渊结婚的是你, 你这个贱人, 害得长虹失去工作, 害我被长虹家暴, 我要杀了你, 我仔细看才发现, 竟然是黎婉婉, 她拿着刀封了一样冲向我, 傅沉渊将我紧紧护着, 不过黎婉婉还没冲过来, 就被现场的保镖们轻易拿下, 傅沉渊这时才放开我, 目光冰冷地开口, 报警, 后来傅沉渊告诉我, 黎婉婉因为故意杀人未遂, 被判了七年的刑, 我其实不关心她怎么样, 我问傅沉渊, 肚子里还没有宝宝吗? 傅沉渊闻言, 眼里染上笑意, 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什么, 还没听完, 我突然感觉一阵反胃, 连忙跑去吐了, 傅沉渊喃喃道, 我学的土味情话这么让人恶心, 下一刻, 她好似反应过来什么, 带我去了医院, 没想到, 我真的有小宝宝了, 我很开心, 我和傅沉渊说, 我希望孩子和你一样, 聪明帅气, 傅沉渊却摇头, 生个小公主, 我宠你们母女, 我点点头, 那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傅沉渊带着笑摸我的头, 你说了算?